不可以攻擊 那如果可以隨時 隨時要退後 防備性之下 所以是這樣 這樣你們聽懂嗎 就是在退的中間 隨時都可以攻擊 那你也可以不要 看你自己 對打 其實是 講深一點 或者講白一點 就騙他來可以打 騙你 過來 騙你 所以你常常看到對打的情況是這樣 他進來 進來我打他 進來 我打他 你會覺得很笨 進來讓我打 其實不是 但是 常看到的情況是 我看出來他要進 所以我太出錢 可是外面的人看起來是 他跑過來 其實是不一樣 所以在後方叫做 後之先 那一個叫先之先 其實最難有兩個 先之先或後之先 我雖然後了 雖然他發動先了 可是我 我怎樣 我比他後攻擊 可是我比他先打到他 這叫後之先 那先之先就是 你要動 進去 你敢動 就動 進去 就是我先比他 他雖然先 可是我比他更 更打進去 更先 就這樣 對打就是這樣 好 好 好 來 起 稍微難一點 稍微難一點 或是自己 過一點 保持距離 自己趕快拉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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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來 就換了 來 欸 欸 欸 不要動 你的動要有意義 不要機械 沒關係 不要機械而已 不要機械而已 欸 欸 就是 機械系 就是 我們進去 好看他 沒照的感動 欸 怎麼樣 我們動可是他退 他跟拉開 對我有動作給你 等於他有威脅感 欸 就是機械系 哪有威脅感 就要練習啊 欸 OK OK